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么搞错 6月9号 昨天有网友留言 希望能谈一下蔡霞录音的事件 今天原本计划是好好谈谈蔡霞 但在查资料的时候 就看到了阳光卫视董事长陈平的一个视频的节目 让我有些犹豫 陈平和蔡霞关系很好 他证实说蔡霞现在仍然在中国大陆 所以他那个录音 其实是在一个微信群组中发出来的 本来说好 大家说好不要外传 但是还是被传出来了 可以想象他现在蔡霞的处境应该相当的危险 所以我们今天还是不详细的去谈蔡霞的录音 咱们简单说一下 第一 蔡霞现在仍然在大陆 而不是向外界传的已经到美国了 陈平这么说的 我觉得比较可惜 第二 蔡霞是红二代 以前在军队机构工作过 他是中共中央党校的党舰教授 海外的人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党建 党建就是专门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内组织建设的 所以党建的教授 而且是中央党校的 发表了这样的看法 他说明中共内部有很多人 对目前中共的状况不满意 至于不满意的内容 大家很容易在网上就可以查到 听到这个录音 我们就不多谈了 第三 蔡霞的观点和她过去十多年的看法是一致的 她不是现在才突然觉悟 2016年她就为任志强说过话 任志强也是一个红二代 在北京的地产大亨 人称人大炮 也是因为一个在小范围内 批判习近平的文章被公开了 现在被调查 其实就是被控制了 当然第四点也可以看出来 中共党内反习的声音相当强 像任志强、蔡霞 加上我们刚刚提到的阳光卫视的陈平 这三个红二代都传达过类似的声音 他们几个共同的特点 当然第一是红二代 都是党内的既得利益阶层 他们在体制内的安全感 比一般人更大 所以他们讲话就会更大胆更敢说 别的人就算有同样的想法 没有这个背景 恐怕也未必敢说那样的话 当然我们希望蔡女士 任先生都能够平安 他们的事情 我们暂时就不多说了 我们还是谈一下香港 中共对香港不放心 很多措施似乎没有太大的效果 但是中共不会放手 会继续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 那我们今天来谈一下 中共未来会怎么样对付香港 他们会采取什么措施 采取哪一些手段 首先有一点是肯定的 就是中共它会收紧香港的自由 它不会放宽 不会放松 这一点是肯定的 因为中共治国它有一套自己的东西 它认为自己那一套东西非常有效 它把中国大陆管住了 不但管住了 而且经济还大幅增长了 所以它认为它自己那一套的经验 完全可以用到香港 那么这一套经验是什么呢 第一 简单说就是枪杆子和笔杆子 这是中共打天下和治天下过程中 总结出来的最重要的经验 在香港 枪杆子当然就是军队 但是只有军队还不行 它必须把这个可以使用暴力 或者说可以使用武力的部门 牢牢地掌握住 在香港当然就是警队了 我们知道香港警队和北京的关系 远远比香港的其他部门要好 警队的高层 不但很多人在中国大陆培训 而且警队中也已经有中共的自己人 我估计秘密党支部 早就已经渗透进去了 在中共的系统内 政府的机构序列 党的系统头目叫做党委书记 或者是党支部书记 但在军队系统中叫政委 中国大陆的公安系统 凡是有一定级别的城市了 市公安局 这个党的系统头目都叫政委 所以对中共来说 警察部门虽然属于政府的系列 但它其实是按照军队的制度来管理的 香港警队的控制对中共来说 必然是第一位 比控制特区政府要更为优先 所以在反送中运动中 香港警队完全是可以颠覆 来自特区政府的命令 自行歧视 因为它真正的老板 其实不是港府 而是中共 或者说直接的是中联版 那说到笔杆子 当然就是媒体了 现在中共直接控制的媒体 数量已经相当庞大了 比如中联办 直接控制了香港文化出版业 香港的书局和出版公司 超过50%是由中联办直接控制的 而要控制呢 就必须渗透和搜集情报 香港的主要的报纸 电视啊 就是所谓主流媒体吧 几乎所有的资深的编辑啊 记者啊 或者是专栏作家 在北京都有答案 就算是中共控制的媒体 它自己控制的 比如文会啊 大公啊 这里面的专栏作家 在北京也都有专门的档案 记录你写了什么 家人啊 亲戚啊 关系啊 个人的爱好啊 你的立场啊 分析啊 等等 事无巨细都会记录下来 那有很多相对重要的人物 还会安排一些人呢 专门跟你联系 约你聊天啊 喝茶吃饭 就算你换了个工作 这个档案 它还会跟着你 随时会记录你的言行 以前我认识一个记者 是从大陆来的 他写中国新闻啊 写得非常好 后来去了那个 用水果做标志的媒体 对了 就是苹果日报 他也是做中国新闻 他的档案呢 由他的家乡公安局的国宝负责 逢年过节啊 就去找他们家人 吃饭喝茶啊 当然这位记者不胜其扰 最后辞职转行 不干记者了 这些都是属于进攻型的 当然还有防守型的 就是已经拉过来的媒体 要派人进去 慢慢的影响你的方向 这些任务啊 现在已经大致都完成了 所以香港的媒体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他们大概可以控制十之八九吧 不过有两个问题啊 一是还有十之一二 对不对 无法控制 比如大纪元 你没办法控制 比如苹果 所以现在他一定会全力打击 第二点呢 就是现在出现了大量的自媒体 这个对中共来讲是个新情况 很难应付 说起来呢 昨天也有网友问我 说这个肖若元啊 肖大侠的视频怎么了 今天看到消息 说他在YouTube上面这个账号啊 被黑客 骇进去了 里面两万多个视频都没了 现在正在加紧呢 想恢复 咱们也希望 他能赶快回到 咱们这个战场上来 对吧 当然 你看这也是一种办法 就是直接的攻击 对不对 过去大纪元也多次被直接攻击 比如火烧这个印刷厂等等等等啊 另外一个中共的方法 叫做分化瓦解 中共的斗争经验 就是先搞情报 要把对方分门别类 了解透彻 然后呢 他会按照一个原则 叫做利用矛盾 分化瓦解 各个击破 他去用这个原则 实施打击 怎么分化呢 比如说他会派人来找你 跟你说 你们的媒体啊 我们看了 主要内容啊 其实还好 有些立场偏激 我们也理解 他会跟你说 这个问题啊 是长期积累下来的 是历史形成的 一时半会儿 很难解决 但中央 这个意思呢 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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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某某 通常呢 某某某是很高的官员啊 上次跟我说了 以后可以给你们解决 什么什么什么问题 但是 重点通常都在但是 大家知道 你们千万不要跟某某 这个某某呢 就是另外的那些敌人了 你千万不要跟某某呢 搞到一起去了 如果那样呢 我们就没办法帮你说话了 等等等等 其实这样的故事非常多 在海外民运里面 也很多人碰到类似的事情 有些直接告诉你 我是政治局常委 某一位大官直接派来的 他非常欣赏你 如何如何 然后就把前面的话 说一顿 当然 应对的方法 对于我们来说 应对的方法 就是求同存异 大家能够相互支持 最好了 对不对 就算不能相互支持 最起码不要相互攻击 这一点呢 我认为大纪元呢 做得相当不错 那当然 这是媒体 其实在其他的领域上啊 这种方法 也是一个主要的方法 比如对民主派 他也是这样的 我刚刚讲过美国 香港也是这样的 香港 他会过来跟你说 他说 民主的问题啊 会慢慢的解决 但千万不要港独 不要用暴力 如果你用了港独 那我们就没办法了 对不对 如何如何 他会赞同你 对港独的人呢 他可能会说另一套 比如说中央 知道你们年轻人的苦衷 一时冲动 做有些事情做得过分 这个呢 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你们千万不要跟那些民主派的人 搞到一起去了 因为他们不是为了香港好 他们的目的是反共 是颠覆中央政府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对不对 这样的话呢 如果是犯了我们河水 那北京只好用更强硬的措施 所以你们不要跟他站在一起了 诸如此类吧 反正每个人都有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对不对 因此你有矛盾 挑拨这种矛盾 进行分化 然后 才能各个击破 目前香港的情况 因为出现了大量 以前中共不熟悉 不了解的组织和人物 所以他们需要 相当一段时间 进行情报搜集和调查 要分析 要建党 所以过去一段时间 很多年轻人会突然发现 诶 怎么有人跟踪啊 估计啊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很多老的那些民主派的人士 活跃了二三十年的那些人 他们没有被跟踪 年轻人 刚刚出来的 对不对 就被跟踪了 因为中共 它需要更多的了解 和调查 你们这些人 对 所谓的 对敌工作 刚刚讲 要对内部呢 其实它也有很多工作要做 对中共来说 成功 关键有三个 这是他们自己总结的 我们刚刚讲了两个 枪杆子 笔杆子 是不是 还有一个 就是它的所谓组织 但是 中共的说法 是要坚持党的组织路线 党的组织路线 说起来内容很多 但基本上 就是一条 要坚决服从上级 不管你在工作时间之内 还是 在工作时间之外 你都必须服从上级 最后到什么程度呢 到他让你去杀掉你们家人 你可能都要服从 这不是威言耸听啊 不是乱说的 中共有很多高级干部的家人 都被中共给镇压了 包括赵紫阳 他父亲是地主 就被枪毙了 他们没有人 会出来说什么 做什么 或者进行反抗等等 是不是 这个是 中共作为一个 这个意识形态组织 他最成功的地方 在中共里面 这种情况表现非常非常多的 比如大家知道薄熙来 薄熙来 在文革当中 批判他父亲薄一波的时候 就曾经 用脚踢断了他父亲的这个肋骨 结果他 据说了 传说 薄一波说 薄熙来 是我们这个孩子里面 以后最厉害的 因为在共产党里面 这是一个本事 当然 也有失败 但这是少数 比如西藏 有一个反抗武装 叫做四水六港 就是藏区东部的 康区的游击队 四水六港 里面呢 就有一个解放军的炮兵营长 这哥们是个山东人 而且是老八路 就是1945年前就加入中共 他的部队啊 在西藏和藏人打仗的时候 他得到消息 说自己的父亲呢 被镇压了 一气之下 直接跑到藏人那边去了 帮着这个康巴人打共产党 打了好多年 后来 退到尼泊尔去了 前几年吧 大概十年前去世 当然这种人呢 是极少数 共产党 这个内部的组织化 确实是非常成功 和非常有效 一个共产党党员 他和你私下讲话 再开明再自由 一旦有上级的命令下来 他一定会去执行 对香港来说 他们也会进行 类似的这个组织化的工作 或者说再组织化 比如说18万的公务员 你如何能保证这些人的忠诚 坚决执行中共的命令 怎么保证呢 这一些都需要一个长期的训练 我估计啊 未来中共必然会加强 和强化这方面的工作 其实短期来看呢 北京现在正在衡量 这个国际情势 这个局势 如何去应对这个国际社会 主要是英国和美国 这两个国家 所以如果北京决定在香港下狠手 他必须 会采取各个击破 各个阶段 都会针对一个主要的领域 和主要的目标 目前来讲呢 如何分化这个民主派 如何分化这个 和李飞和勇武 如何切断外来的这个支援 这一些都是他们正在研究的 重中之重 香港人要坚守 但是也要聪明的坚守 最重要的是要团结 要相互支持 要有所协调 要有自己的组织化过程 说实话 这些都不是容易做得到的 天下大事 此消彼长 变幻不定 港人目前唯一能做的 其实就是死守待变 而且我认为 香港这种文明的模式 香港社会这种模式 未来对中国大陆的这个样板的作用 会比台湾更加有效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啊 坚持下去 另外呢 也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大纪元 可以订阅我们的网站 每个月六十块两杯咖啡的钱 也可以去我们的这个patreon 捐助 大纪元过去二十多年 可以说 一直是在孤军奋战 大纪元有庞大的国际网络 在香港可以说 这种优势 无人能及 而且大纪元真的可以帮助到香港 所以希望大家呢 能够大力的支持 那我们今天呢 就谈到这儿 非常感谢大家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大家 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内容 别忘记订阅点赞分享 您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有什么建议的话 留在下面 我们以后可以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 守护真相永不放弃 我们的坚守需要各位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再见